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去爱人的女主是久久不能释怀 整天浑浑噩噩 内心只想着如果能再见严小帅该有多好 有了这个执念的女主就跟着了魔似的 上各种搜索引擎查什么毛山招魂 泰国降头 苗寨下谷 东北跳大神 什么都查了一遍 最终查到一种据说很灵的巫术 说是只要将逝去亲人的骨灰混入黏土 炼制成精美的瓷器 那么她的灵魂就会附身在骨灰做的瓷器上 这么圣人的事情 女主竟然一点都不怕 立刻就请了一个做瓷器的小师傅阿峰 将小晒的骨灰烧制成了骨瓷花瓶 然而制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花瓶的瓶身竟然烧出了一张可怕的人脸 这张脸看起来非常的扭曲 像是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一般 虽然看着十分的不吉利 但是女主还是将花瓶留在了身边 这天的晚上 女主一个人坐在客厅 注视着花瓶上那类似眼睛的花纹 不由得泪水连连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然而诡异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自从将骨瓷花瓶拿回家之后 花瓶常常会在第二天莫名其妙的出现在女主的床上 依偎在女主的身旁 女主也不知道是天生胆子大 还是脑子受了刺激 竟然觉得这样很正常 小帅只要回来 管他是人是鬼还是贫儿呢 这天的早晨 女主一起床就感觉恶心想吐 还想吃酸的 作为老司机的女主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赶紧就来到药店买来了验运棒 用验运棒检查过后 女主惊奇的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算一算 时间刚好是小帅出事前留下的 想着能给死去的男友留下一条血脉 女主开心的那是不得了 转过天 女主就跑到了商场大量的采购 什么奶瓶 奶粉 纸尿裤买了一大堆 妥妥的等着生娃 呃 大姐真的不用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吗 晚上得知这一席训了佳佳 来到女主的家陪女主 呃 也不知道是真闺蜜还是假闺蜜 未婚生子 生的还是姨父子 生闺蜜的话肯定劝女主把孩子给处理掉 不过这种事当然是事无绝对 爱到极致谁又说得准呢 另外孩子又没做错什么 所以这个观点 但目前的小伙伴就不要纠结了 劝留劝不留都没错 角度和感同身受不同罢了 只是这佳佳看起来比女主还要高兴 最后两人聊着聊着 就一起在沙发上睡着了 半夜佳佳从梦中惊醒 发现女主不在 于是起来查看 发现女主正抱着那个古词花瓶自言自语 可把佳佳给吓得够呛 而公司里 经理老王一直对女主有好感 约女主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但女主还是拒绝了 决心要为小帅轰轰烈烈的 守一辈子的寡 老王讨了个没趣就灰溜溜的回家了 然而当他走到家门口时 一个影子悄然飘过 可把老王给吓坏了 紧接着 老王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一声尖叫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 女主和同事们再见到老王时 发现她的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 看来是伤得不轻 自那之后 老王就再也不敢骚扰女主了 这天又有一个男同事眼镜哥 主动关心女主 结果晚上回家的路上 车胎就爆了 在换轮胎的时候 闹着鬼影又悄然飘过 眼镜哥被这个鬼打得是鼻青年种 闹鬼的事情在公司是越传越烈 大家都传闻是女主的男友 小帅的鬼魂出来害人 一个个的都远离了女主 这让女主很是郁闷 难道真的是小帅的鬼魂干的 随后女主孤独的走在路上 忽然感到肚子一针剧痛 不好难道有流产的迹象 家家接到电话后 赶紧就将女主送到了医院 然而去检查出 女主根本就没有怀孕 原来她用的那笔验孕棒是假货 备受打击的女主开始产生了幻觉 在精神恍惚中 女主进入到了一个猥琐男人的家中 还差点就被对方占了便宜 幸好做古词的阿峰 及时赶到救了女主 原来阿峰有摄影的爱好 今天正好在采风的时候 看到了失魂落魄的女主 担心女主有危险 于是一直跟踪女主来到了这里 冷静一下来后的女主 向阿峰讲了她和小帅 七美的爱情故事 但阿峰却向女主讲了家家的事情 说自己最近在摄影时 卫中拍到家家多次出入一栋公寓 行踪很是古怪 大哥你光天化日玩尾随 还说人家古怪 真的是秀啊 女主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 为了一探究竟 两人趁家家不在 偷偷的溜进了那间公寓 却发现这间屋子 就是小帅在日本出差的时候 和他视频的那间屋子 更让人吃惊的是 屋子里还摆满了家家和小帅的亲密合照 原来小帅和家家竟然早就背叛了女主 说是出国出差 没想到偷偷的跑到这里约会 知道真相的女主是痛苦万分 随后在阿峰的搀扶下 女主回到了家中 躺在床上暗自伤神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却出现在了女主的家中 他喷起了骨瓷花瓶 对着阿峰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听到声响 女主出来查看 也被对方给打晕 等女主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 面前的一个手机里 正播放着小帅身前录下的视频 原来由于家家为人过于强势 小帅最终选择了和女主在一起 并打算在求婚前 向女主坦白一切 女主听到这里也明白了 肯定是家家因爱深恨杀了小帅 但涛哥一看进度条 知道猥琐的反转又要来了 果然就在这时 家家也被人五花大绑的给推了进来 原来袭击他们的并不是家家 而是家家的追求者 女装大佬骚哥 不过人家骚哥追求家家 可不是为了结婚生娃 而是单纯的想和家家当闺蜜 骚哥说自己一直想和家家 做最好最好的姐妹 但家家却整天和女主待在一起 后来更是因为有了那个小帅 变成了他们几个的三角链 那就更没自己什么事了 给骚哥气得够呛 不过骚哥为了家家 是愿意做任何的事 既然小帅是家家最爱的男人 自己也应该祝福他 可当他知道小帅要抛弃家家 选择女主后 那是非常的生气 于是就将小帅推进了海中 本来打算要将女主一起干掉 但听说女主有了小帅的孩子 立刻就改变了主意 不光不杀女主 还暗中装鬼 教训了骚扰女主的老王和眼镜哥 按骚哥的说法 是看到家家失去小帅后很伤心 自己特别的自责 既然女主的肚子里是小帅的血脉 也算给家家留个念想 呃 这逻辑 骚哥也是服了 说完这一切 骚哥举起了刀 准备将女主干掉 因为他知道女主是假怀孕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家家开口为女主求情 骚哥不同意 开始歇斯底里 结果在挣扎间 家家被刀给刺中 就在骚哥崩溃的大哭的时候 醒来的阿峰从背后打晕了骚哥 接着家家躺在地上 念念一息的给女主道歉 女主隐隐隐的哭着 选择原谅 但并没有打算叫救护车 家家心中大骂壁驰 然后吐血而亡 影片的最后 骚哥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女主最终和阿峰走在了一起 开始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接下来到了我们五讲问答时间 这个问题和本篇紧密相关 那就是 骚哥用的是什么色号的口红 骚哥想万一哪天 也被人逼着女装 可以拿来用一下 好了 拜拜 好了 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